大家好 我是沙天 然後來看一個算是打安娜隊的陣型 原先其實我都是亂打 結果剛剛發現說這個陣型竟然有贏 那就不好意思就用這位玩家來說明一下 好 那首先呢就是先用這個奧利維爾 奧利維爾的話呢 他應該是叫奧利維爾吧 他會把對方攻擊力還是戰鬥力最高的人關起來 那在主線推圖的話其實也很討厭這隻角色 因為他會一直把這個攻擊力最高的角色關起來 那通常我們都是用安娜隊嘛 所以剛剛可以看到開場他已經把他關起來兩次了 然後呢這個其實你把安娜關起來的話 你沒有其他組輸出手的話呢 這個剩下那幾隻大部分都是輔助的角色 那我方的攻擊手就可以長驅持直入的這個樣子 那像我這邊呢我的主攻擊手也就是一個女王 但是我的女王是練得比較強一點 因為我的那個前人升到30級有沒有 剛開始這個安娜被關起來了 那其他角色的話對面是有這個冰龍 那但是我的女王前人有30幾歲 殺傷力算是還蠻大的 然後也有這個光盾在 所以說這個現在安娜是又上場了 然後呢接下來他又被關起來了 所以對方就始終是少一個安娜 那再來呢就是這個海棠小姐 她被關起來了 然後海棠小姐呢她的這個吹笛子 是可以清除掉對方的這個這個有意的這個狀態 然後呢其中一項就是安娜塔西亞的這個鎖血 你看她現在鎖血了 她現在鎖血了 大概鎖了兩三秒吧 然後你看很快就消失了 這鎖血狀態很快就消失了 所以說呢剛剛這樣子很幸運的 就打贏了三場 好那所以說呢這個是對這個安娜塔西亞的這個陣容 那另外呢如果說你上安娜塔西亞的話 對方沒有相克制的這個角色的話 其實也是比較好獲勝喔 所以通常呢主力都是安娜塔西亞這樣子 好那打完了之後呢順便來招生一下 我們這個工會呢目前已經升到了第六級 所以目前有五個空位 有五個空位 然後再加上說有幾位幾天沒有上線的 所以說大概有七個空位喔 想要跳過來的人 歡迎這個一起來跳過來 可是呢我們是屬於休閒的工會 那這一次獅子戰爭呢其實也打不過對方喔 所以說這個如果說是超高手啊 想要排名的話 可能不適合加入我們這個工會 但是我們這個工會呢沒有限制戰力 那只是說在打獅子戰爭的時候呢 可能會因為說排名這個主線的這個進度啊 會去跟你講說如果說你的主線進度沒有到一定的這個等級的話呢 可能你要先進到援軍齁 大概就只有這個樣子 因為我覺得遊戲嘛齁這個就算你輸的話呢 獎勵也算是還不錯齁 只是頂多只是差了五本書 然後五百鑽齁 五本書的話價值多少 兩千五百鑽 然後然後這個鑽石是五百嘛 也就是三千鑽左右 然後五千的這個工會幣齁 所以說並沒有說好像天差地這樣子 所以沒有關係大家放輕鬆玩 主要就是這個 戰爭任務有解完 然後我們有攻佔一個要塞就可以了 攻不下來沒關係我們就用這個 每個人去撞一下 撞一點2點耐久度 所以我們工會是休閒工會 沒有什麼要求唯一的要求就是 希望你每天可以上線解完每日任務 讓這個活躍度提升 就這樣子那我自己呢 在我的能力範圍 我也會盡量天天上線這樣子 也是有認真玩啦 如果哪天真的要氣坑會跟搭就 不過應該也不會啦 要氣的話也是先氣無盡征途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觀看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掰掰